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昆峰 歡迎加入今天的帶風向 哇 這個大選結束啊 817萬票 我相信啊 這一次大選 台灣也真的不管在國際上 或在整個亞洲的區域啊 我們用選票也帶出了台灣民主的特色 用力啊 說出了自己的聲音喔 當然不管怎麼樣 其實我看整個藍綠的版圖來講喔 沒有多大的變化 倒是什麼 中間選民在這次大選當中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過藍綠在整個版圖當中 我們看到政黨票是評分秋色 所以說到底是誰贏誰輸 這還是未定之天 今天請到兩位特別來賓我們來介紹一下 第一位是我們的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坤坤好 大家早安 另外呢 也是我們的台北市議員李明賢 坤坤好 大家好 兩位啊 在這個台北市議會喔 很多的意見 明顯講了很多話 綠營可以接受 那世堅呢 講的話 這個藍綠的朋友也聽得下去 重點來了 我先要請教這個贏家啦 這個王世堅議員 你怎麼看 這次民進黨感情這麼大贏嗎 郭忠祐 你怎麼看 郭忠祐說這個大贏還是屬心啦 是 但是 對 我們民進黨 對 我們民進黨 對 蔡英文總統 他跟六千點 我們民進黨一直在說 說 我們都是台灣人 台灣人都是一家人 所以其實勝選的那一天 那一刻開始 就是我們團結的開始 所以其實我們民進黨 只有短暫的喜悅 因為再來 蔡總統 跟我們整個民進黨執政要面對的 是整個四局 大局的變動 還有我們國家內部 還有我們經濟的發展 那麼我們各項產業政策的調整 還有我們國防外交的加強 其實我昨天一些綠營的朋友 昨天好像沒有什麼慶功宴 大家說贏的有點心虛 心虛的點是在於說 政黨票其實跟國民黨是平分秋色啦 民進黨怎麼來迎接這樣子的挑戰 還有我要追問的是 爸 還要不要繼續下去 第一點喔 其實這是我們選民的智慧啦 選民認為 執政權給了我們小英總統給了民進黨 那相對在國會的部分 那麼還是希望有一些監督制衡的聲音 所以政黨票大概就兩大黨是旗鼓相當 但是相對的在區域立委的部分 那除了這個要給執政黨聲援之外 那每一位參選人個人的條件不同 所以選民很清楚的認為要讓民進黨的執政 能夠在國會有聲援有聲音 那就透過區域立委 那給他們個別立委 那給他們個別立委 優質的立委給他們上 這就是選民有智慧的地方 那第二點 霸函的部分 我的看法比較不一樣 我認為窮扣莫追 那應應著蔡總統的這個呼籲 我倒是希望說讓韓國瑜做做看 比方說給他一個觀察司機 看他有沒有全心全力回到高雄市政上面 努力好好的做好高雄市長應該做的 半年的這個角色 但是前提是韓國瑜必須真的把心 全部放在高雄市民 高雄市政上 林賢那你怎麼看 其實我算一算 如果連老宋的票加進去 藍營這次也是有600萬票 你怎麼看 第一個我認為藍營要處理韓粉的情緒 第二個年輕一輩 我看包括你都是新生代的這個藍營的很重要 從政 對 但是黨給你們的到底是包袱 還是未來前進的動力呢 包括未來你看蔣萬安 昨天已經有人在說哇跟吳怡農在台北市長 又下一招 這當中會不會清黃不接 或者說一直在耗損 呃 事件剛剛有提到 事件今天帶著笑容 那是快樂的笑容 那對我們來講 今天有一場大敗 我還是雖然我內心很悲苦 可是至少還是要擠出笑容 那敗選其實沒有任何藉口 輸就是輸 輸一票也是輸 何況這次總統大選輸了200多萬票 那先恭喜蔡英文總統 那我覺得 這不是藍綠的輸贏 我認為是台灣 兩千三百萬人 人民的勝利 第七次的總統大選 開出這結果 我覺得兩岸牌也奏效 我覺得也是向大陸傳達一個聲音 要重視台灣新的力量 新的民意 那其實我 在野黨的一個從政的黨員的身份 我其實也誠心建議 北京真的要跟民黨對話 兩岸還是要交流對話 畢竟兩個政權之間 如果不對話的話 確實很多事情無法互動 這是我真的是忠心建議 那第二個 那蔡英文有這些民意基礎之後 也要持續去推動改革 包括一些不在籍投票 甚至下修投票年齡到18歲 這些都要去做 因為他畢竟有800多萬票的民意基礎 可以推動的更多 那第三個 我們是議會的好朋友 其實我也呼應他的講法 選舉的時候真的太對立了 選完從今天開始 希望蔡英文總統真的說 團結這個國家 要用心去做 而不是只有放在嘴巴而已 因為民黨過期到國民黨 真的是嚇到很激烈 希望從今天開始 去團結米平這個傷口 國民黨確實改革要做 那包括黨務改革 吳敦義主席 已經要請辭 一級主管都要請辭 那甚至我也公開呼籲 包括我們在不分區立委 包括吳思懷這一些 都要主動退出不分區名單 因為我們進入立法院之後 國民黨的38席 是要去監督執政黨 抱歉這要給您感動 我們不能說讓吳思懷變成 被執政黨監督的對象 不能有破口 我們會作為忠誠在野黨 包括在立法院推動各項的政策 去扮演好在野黨監督的角色 那像吳思懷這一些 過去有爭議的這一些 確實我們有些中生代 已經在串聯 我們會發表聲明 希望這些退出不分區名單 真的為國民黨留一些深入 讓國民黨可以更健康的走下去 那未來包括中生代 新生代 國民黨如何做到四代交替 甚至台北市場選舉這一些 我覺得這些是兩年後的事情 不過我們從現階段 敗選之後要做檢討 要走得更深刻的檢討 國民黨才能更接地氣 更跟人民可以更重新聯繫 國民黨一定要有新面孔 像吳英龍 民進黨的吳英龍 甚至包括那個 賴品瑜 賴品瑜這一些 他們都選得不錯 那民黨已經實驗成功 民進黨已經四代交替了 國民黨輸給民進黨幾個四代 包括未來的網路運作 還有包括整個選戰節奏 如果不改進的話 國民黨不只是 下一次沒有執政的機會 恐怕會輸掉一個世代 韓市長的角色呢 韓市長的角色 韓市長角色我覺得剛剛 阿根講的也是 真的是蠻有朝野和解的氛圍 那如果真的民間要推動罷免 尊重選民的判斷 那民進黨我覺得說 至少如果要推動朝野和解的話 我覺得至少從高雄市長 因為畢竟 韓市長還有李四川副市長 在高雄確實有在做事 那如果你真的急於要推動罷免 後面有政治操作的話 我覺得也不符合 目前和解的氛圍啦 所以我覺得說與其這樣子 讓市長 韓市長在高雄市政努力看看 確實黨內有很多人建議說 韓市長不要來競選黨主席的職務 很多人建議他說 還是在專心市政去爭取選民的認同 這部分對國民黨的加分會比較大 堅哥我要追問你喔 其實重要的地方國會議員 可能是綠營的 而地方的執政諸侯是藍營 這樣的制衡 是不是一個蠻好的現象呢 我覺得這另外你怎麼看 國會裡頭民眾黨這五席 第一點喔 其實民眾黨這五席 就套一句柯文哲自己講的話啦 他真的成了不關鍵的少數 所以我想昨天是柯文哲最難過的一天啊 他本來想藉由這一次 在立法委員席次的斬獲 那能夠讓他在未來四年 在我們台灣政壇繼續 去興風作爛翻雲覆雨 可是他這個期望很明顯的是落空了 因為你這五席在我們民進黨現在 這麼強力的過半 對我們自己黨就過半之下 當然我們民進黨會尊重 再也少數黨他們的意見 但是恐怕沒辦法讓柯文哲如願說 他要怎麼樣來翻角政壇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他們這五席裡面的資質啊 跟各方面的能力喔 撐撐不齊啦 那我想柯文哲自己心裡有數 所以他們要好好開始努力啦 因為想要當在野黨監督的角色 不是那麼簡單的 我套一句明顯剛剛講的 你不要進去遛鬼喔 反而變成我們執政者來監督這幾個立委 那他們就遛鬼 我就傷腦筋 那明顯你怎麼看喔 除了民眾黨之外 其實未來這個藍軍 我覺得幾塊啦 有時候是痛過才知道要團結 幾位包括郭董現在 因為這個跟民眾黨 跟親民黨的合作不如預期 那他也說他不排除 跟其他友好的委員 來展開雙手大家來聯繫喔 這個是不是在選後 國民黨內也不要急著鬥爭呢 是也有和解的可能呢 當然跟阿堅好像對國民黨願意和解 反而對柯P好像這個仇 好像結得蠻深的齁 純意外殺到現在 我覺得 我跟他個人沒有恩怨 是是是我覺得和解 他是大勢大飛 大勢大飛 我覺得要和解真的要 包括對所有大黨小黨 我覺得要以示同仁啦 比如說國民黨就是在野黨 然後民眾黨就是跟你好像 收那些黨 我跟他套著 我只是叫他要多努力一點 我覺得執政黨真的不要監督 我說他們的素質 執政黨不要監督在野黨 國民黨剩38席 那民眾黨有5席 包括時代力量 這些都是以後都是在野黨 我覺得台灣的社會還是要 台灣的民意 我覺得變動得非常快 2018去年國民黨大勝 馬上一年國民黨變成大敗 民意如流水 真的如鐘擺 擺盪得非常快啦 執政黨今天我們恭喜他大勝 那可是如果真的做得不好 民意我覺得馬上就會轉方向非常快 那對國民黨來講 我覺得現階段我們內部先整合好 確實我們現在還在敗選的陣痛當中啦 你說要談整合 我們現在要整合人家 人家不一定要讓我們整合 可是會不會改革最後變成鬥爭 不希望走到這一條路啦 如果清算鬥爭 我覺得這部分變成說 這個就是不是黨內所樂見的啦 可是改革也不能獲悉你 改革一定會有陣痛 那陣痛的過程中 希望這是一個和平的過程 那民黨都可以從2008年走過來 所以現在關鍵是說 2008年民黨的黨主席有 蔡英文那是外掛城市 蔡英文那時候不是民黨級的 那現在國民黨的關鍵是說 誰來帶領國民黨 從目前的情況再重新恢復生氣 那就說有人期待 包括新生代的蔣萬安或蔣幾成 這屬於內造化 包括由國會來帶領 那也有人期待說 譬如說像朱立倫 那甚至是不是說像有人期待說 第三種像蔡英文當初 帶領民黨這樣子的外掛城市 這個都在思考過程中啦 那我覺得說像宋楚瑜 或像郭董這些 我覺得他們對這個國家 我覺得他們努力奉獻也多了啦 可是說他們是不是說 可以帶領國民黨走向下一階段 可能也沒有這麼多的能量啦 我覺得說 我冒昧追問喔 其實現在民眾黨可以等待一個契機 是國民黨一旦分裂 現在未來立願多數黨是民眾 民進黨 只有民進黨跟非民進黨的時候 板塊挪移上 一旦國民黨分裂 可能民眾黨就 以一個柔性政黨的狀態來吸納 國民黨這些叛將嗎 你怎麼看 我覺得國會為運作是這樣 因為民黨是單獨過半啦 雖然阿堅講也沒有錯啦 確實包括國民黨跟民眾黨 要綜橫避蓋 就是說要合縱連橫的空間 相對小很多啦 幾乎沒有啦 也不是說完全沒有 有些議題還是可以有合作啦 可是國民黨還要重新去塑造 自己的思想 中心思想跟理念 確立 你要理念先核心價值確立之後 你才能避免說 像過去這樣這樣 跳過來跳過去啦 就是說 是不是柯文哲還有他的吸納的能力 我覺得 他說都可以吸啊 柔性政黨 我覺得對國民黨來講 這次 相較2016年的大海嘯 這次2020年 其實也是風口浪 國民黨的息事 雖然成長了3到4息 那相對我覺得 我們原本預估是45到50 那其次其實是倒退的 我們現有的包括鹽寬河 也都掉了 所以這次可以存留下來的 我覺得相對對國民黨認同度是高的啦 那被科批或被民黨吸收的空間 我相信是不大 好不論如何 今天非常開心 請到兩位議員來這邊 巴菲特說過 海水退潮的時候 就知道誰沒有穿褲子 這個16年 18到現在20年 短短的4年之間 我們看到政治的大浪這樣子起伏 到底誰有變誰沒變 哇我相信呢 套一句明顯講的 這個是瘋狗浪啊 老天爺啊 這個天危難測 很開心大家加入今天的帶風向 我們呢繼續帶大家鎖定2020政局變化的焦點 我們再會